8月18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你好我是佳蓁 新闻的开始告诉您一宗天伦惨案 霹雳以宝一对上了年纪的华裔兄弟 两人经常吵架 今天早上两人再度起纠纷时 个个在愤怒下用扒冷刀刺死了弟弟 然后奔出屋外在屋旁上吊自杀 由于该住宅区向来治安良好 突发的命案震惊了附近的邻居 警方是在今早10点半左右接获民众投报 指隔壁邻居发生争执后 火速派员赶抵案发现场 霹雳州代总警长拿督阿兹兹透露 根据目击整个案发经过的弟弟妻子告知 当时在房间的他听到厨房传出嘲杂声 从房间不出后便看到嫌犯和丈夫争执 嫌犯手持扒冷刀 刺向丈夫身体前方数次后逃离 警方抵达时 在厨房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弟弟 进一步检查时 发现哥哥在住家旁字役 身边放着相信是凶器的刀 这对兄弟证实是69岁嫌犯彭明辉 以及67岁的退休商人彭瑞平 根据了解 这对兄弟经常发生争执 但是今天早上因为什么事情争执而酿成血案 则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另一边乡 金堡华龙新村今天凌晨则发生恐怖火灾 位于华龙新村的一间屋子 怀疑是电线短路起火 火势一下子顺势蔓延到毗邻的屋子 不到短短15分钟的时间就烧毁了5间屋子 由于大火来得突然 灾离为了逃命 所有的重要文件金钱和值钱的财务等等都来不及拿走 根据霹雳州销整局 共有6间住家遭到大火波及 其中有5间被烧毁近90%以上 另外一间仅被烧及篱笆 而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火势扑灭后 现场变成了满地焦土及断源残瓦 许多掉落的新板铺满在地上 建筑物的结构也东歪西岛一片狼藉 另外 现场也看到一些灾离和他们亲友 试图在废墟里寻找有价值的财务和重要文件 一名华裔妇女因为太容易相信人 在三年前将银行户头借给仅认识半年的女友人 起料却被对方利用 在不知情下成了前罗 冲作诈骗交易的户头 涉及的诈骗金额超过16万令吉 妇女还因此被警方提控 36岁女侍组莫雪梅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 和法律顾问拿督汤木律师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指出 该名友人李美珍是在2019年1月 谎称没有办法用自己的银行户头 进行银行交易 因此向她求助 希望能借她的户头救急 墨雪梅透露 她接到警方来电 使她与两起涉及于16万令吉的诈骗案有关 更为此被警方扣留4天住查 并将在本月25号面控 她希望该名女友人出面自首 为自己洗清冤屈 另一边乡 一名华裔青年中学毕业后 一直游手好闲 直到半年前开始工作 但是却误入歧途 人生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当毒贩 贩卖超过120万令吉的毒品 沙登警局主任安巴拉干助理总监指出 这名年仅20岁的青年和同龄的越南籍女友 租下酒店单位包装毒品 再将毒品销售到靶生谷地区 活跃半年后终于被警方倒破 双双被捕 警方在行动中起货了6公斤 试价21万5千令吉的毒品 并且充公了一辆货卡 较后在两名嫌犯指引下 在一所公寓再次起货21公斤毒品 9600例五载以及6000例摇头丸 毒品总值超过了99万令吉 电照车司机因为不小心载送非法外劳乘客 在遇到警方入检时遭取缔和扣押 还被勒索2万令吉 不仅如此警方还在他被扣押期间 私自滥用轿车来进行取缔行动 这名电照车司机卡马鲁在5月18号凌晨 在雪州丹荣市把一带被警方拦查 发现他载送的游客是非法外劳 尽管他向警方解释 只是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接客 但是警方依然直接将他逮捕 并扣押在万金扣留所长达9天 卡马鲁今天在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 主任吴建南的协助下 召开记者会透露 负责此案的调查官 向他献议以2万令吉解决此案 在他表示无能为力之后 调查官当下还威胁他 只如果没有交付款项 就会被提控上庭 我希望说明华公民社会上市的理化 最大序和警方的相关 指定相关的连弱 凭选拥之 而言之 尼利益西还有压弱 叫阿弟的归助下 由于晨赎将来胡的观众 和于晨赎和职治疗 另外卡玛鲁也提到 在他被扣押期间 警方还私自善用他的轿车 展开另一场取缔行动 这一切都被行车记录器给拍下 举国关注的前首相 纳吉SRC案终极上诉今天开审 纳吉的代表律师郑宝德在开庭后 再度要求法院展延临审上诉案 但是法官东姑麦蒙二度驳回申请 为此郑宝德表明退出代表纳吉辩护 联邦法院五司下午一致裁决 不批准郑宝德退出辩护 在双方坚持立场的情况下 纳吉下午无奈地表示 最终大案将史无前例地出现 没有辩方律师辩护的情况 有别于早前的冷清情况 今天一早就有上百名的纳吉支持者 到司法宫以行动声援纳吉 根据了解 部分的支持者都是乘坐巴士抵达布城 在上午9点10分左右 组绝纳吉的车队缓缓抵达司法宫 加入欢迎的支持者多次高喊布斯固 并与车内的纳吉挥手 纳吉的三名子女也陪同他到法庭 为他加油打气 而中午10分 妻子罗斯玛也到了 纳吉代表律师郑宝德在开庭后 在无预警下向五司道歉 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没有办法为他的当事人上诉案件陈词 接着再次要求法院展颜临审上诉案 不过东姑麦蒙以严厉的语气回应说 五司已经在星期二回聚了展颜的要求 郑宝德接着告知法院 既然没有办法延期 他唯有退出代表纳吉辩护 午休后开庭时 法官宣布联邦法院五司一致裁决 驳回郑宝德退出代表纳吉辩护的申请 随着郑宝德表明不会参与辩护工作 那集下午不出法庭后向媒体坦言 自己已经陷入没有辩护律师的窘境 2021年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考试今天放榜 共有874名或2.14%名考生 考获总积分4.0 比2020年的741名考生多出了133人 大马考试理事会主席拿督莫哈莫伊克万指出 考获总积分3.75级以上的考生占了9.04% 总积分3级以上占了41.72% 总积分2.75级以上占了55.85% 而总积分2级以上占了88.24% 另外报考4科并考获全A的考生 也从2020年的744人增加116人或15.59%至860人 其中有579人来自低收入群体 随着成绩放榜 新山阿米努丁巴基国中的两名女学生也迎来喜讯 郑丽轩和张子恩成功在2021年大马高级教育文凭中考获4A的佳季 郑丽轩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她到学校领取成绩 在等待时很紧张 得知考获4A后非常惊喜 并表示希望可以成功报读马来亚大学的商科系 另外张子恩也说 之前在预考和平常考试都考获A的佳季 所以对于考获全A非常有信心 第一志愿是要入读马来西亚公益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科 槟城日新国民行中学今天也高纣凯歌 共有36人在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4A 当中考获满分者有18人 来自日新国民行中学的孪生兄弟叶凯文和叶凯威 在考试中考获了4.0的满分佳季 两人表示由于此次的考试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准备 他们本身已经有十足的信心能够考过好成绩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多地核酸检测已经成为常态 而福建厦门及美区的渔民 不但每天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就连补上岸的鱼儿也要检测 实行人和物同检的高标准 中国福建厦门及美区的渔民在作业期间 每天都要展开一次核酸检测 而抓来的鲜活鱼货也必须掰开鱼嘴 让防疫人员抽查 就连螃蟹也不放过 相关检测视频被广泛传开后 有网民对鱼也要做核酸感到不解 指着当局这么做是在浪费公共卫生资源 不过也有网民评论说 此检测应该是作为环境样品采集的 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 镜头转到日本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 星期三单日新增超过了23万宗确诊病例 另外有286人死亡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日本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四个星期 位居全球首位 星期三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 东京就占了29400多宗病例 除了新冠肺炎 猴豆症也来势汹汹 猴豆症最近传出第一宗人传狗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确诊者与宠物隔离 避免动物们暴露于病毒当中 世界卫生组织猴豆技术首席人员路易斯说 该宗人传动物病例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两名男子 以及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意大利零体犬 他说专家们已经意识到 可能发生这种病毒跳跃的理论性风险 换个焦点 最近引起大马和港台警方关注的 金山脚人口贩卖活动 背后的操控者据称都是中国人 为此中国公安部从去年4月开始 寄出注销户籍等措施 强迫射击诈骗的中国人回国 那些拒绝回国者 老家还被碰漆公事 截至7月 从境外劝反射击诈骗的人员多达23万人 礼别乡 中国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 达到了1961年以来最强 高温排行榜前10名都在四川和重庆 有居民更是躲入古墓纳凉 重庆北备站星期三最高气温达44.6度 刷新当地最高气温及值记录 气候中心宣布 高温天气相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还将进一步往上攀升 除了中国 气候变迁也同样发生在欧洲 森林大火因为气候变迁越发严重 根据星期三公布的数据 如今灵火摧毁的全球树林覆盖面积 是20年前的两倍 相当于每分钟就烧掉了16座足球场的面积 数据也显示 2021年是世纪交替以来 森林火灾最严重的年份之一 导致全球减少了930万公斤的树木覆盖面积 镜头切换到泰国 泰国大约在两个月前通过新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使大麻合法化 让游客们都纷纷前往当地尝鲜 不过泰国卫生部长阿努丁 被记者问到外国旅客 C时休闲大麻的情况时 表示泰国不欢迎这类旅客 泰国在2018年成为第一个 将医用大麻合法化的东南亚国家 今年6月进一步扩大大麻合法用途 包括允许种植大麻 以及在食品饮料中限量使用大麻成分 一直受到当地人和旅客的欢迎 接着来看国内昨天的疫情数据 电动车是未来汽车业的发展大趋势 而印尼也正在积极推动电动车在国内的使用率 并放眼在2050年起 销售的所有新车和摩托都是电动化 因此近年来致力发展完整的电动车产业链 新闻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印尼国际汽车展走一趟 看看新颖的汽车款式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佳蓁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